Hello,大家好,我是Dr.Solomon 我們有時拆花,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花材可以選擇 不同的季節,我們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花 有時甚至是果去做我們的作品 所以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少少和大家分享的花材的小知識 今次第一次,因為現在是八月尾,開始有宣像果或燈籠果 英文名叫做Fasalis,就是我手上拿著這些 這些例如中秋節甚至到Halloween時,我們都會有很多這些果在市面上可以買到 我們如何處理和使用它呢?以下我們就有幾個小貼士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你買回來後,你檢查一下,其實如何為之好或如何為之不好 通常如果買了一枝酸像果的話 通常如果你選擇,最好下面是橙色 上面起碼有一至兩粒是綠色 這枝花或果就會長得比較久 因為其實你看到這個顏色漸變 橙色的意思是它是熟了 熟了之後它會慢慢由下面一路熟上去 你看到這些少少橙黃色 上面還有綠色 有時甚至你會看到頂上還有花 好像我手上這枝 你看到基本上整個開花的程序都在 看到上面還有花 其實這些就很適合你入手去買 因為其實這個花這枝果可以長得很久 當然隨著這個 時間的推進去到九月幾的時候 我們現在八月尾 八月尾買的時候就會是這樣的 由橙色一直到青色都有 到九月幾十月的時候 你可能 就會買到一些 那些是沒有了一個頂的了 只有下面一節 整個一節都是橙色的 其實那些已經是熟了一些了 熟了一些好買嗎 其實都可以買的 不過我們用法就有少少不同了 用的時候可能我們就會像這樣 把它撕了一個個果出來用 因為這些果其實它可以乾的 所以我們買回來就這樣放在這裏 其實都會很OK 至於你說 這些果如果我要插花的話 那我可以怎樣做呢 第一你可以加一個鐵線或者竹籤在這裏 用它繞在它然後插入你的花泥那裏 又或者你可以純粹像我那樣 用一把剪刀 就將那個釘 剪開它 好像我的手現在這樣 剪開它 沿著它的 折騰這裡 剪開它 剪開了之後 你就會發現 裡面原來是有粒果的 這個果其實 就可以把它翻開 然後把它放在這裏 就當作是另一個裝飾 裝飾 一個Action 有些朋友會發現 這個果就像我放在蛋糕上的果 其實那個菲薩拉利斯和菲薩拉利斯 是親戚來的 但是那個就能吃 這些就不能吃 所以就不要找這些放在蛋糕上 這些菲薩拉利斯的果 這些一枝 通常都可以放很久 三個禮拜四個禮拜 都可以 大家記得換水 其實有時如果家裏不是很大 你放一兩枝 其實氣氛已經非常有 尤其是一個中秋節 月餅 又或者是秋天的時候 看見一些鮮橙色的東西 非常之養顏 這些就是我們今次為大家分享的小貼士 希望大家可以做出一些 用菲薩拉利斯 這個酸醬果做出來的有趣的作品 好 記得下載這條影片 和朋友一起分享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更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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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